哇 太多了,慢点吃 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不仅好看好吃 而且非常受孩子们欢迎的卤肉蛋糕饭 先来准备食材 拿一颗洋葱切成小丁 有条件的朋友们可以选择洋葱头 味道会更好 五花肉先对切成薄一点的片 再切成条状 另外这里还准备了一些胡萝卜丁 玉米粒和青豆 先把这三样食材放入锅中 大火蒸10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一些卤肉需要的配料 准备完毕之后我们先来炸一个洋葱 卤肉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靠着洋葱酥或者红葱酥的味道 来凸显这道简单美食的气味 洋葱炸至颜色金黄即可捞出备用 再准备一个炖锅 锅里加入一点炸过的洋葱的油 倒入五花肉丁翻炒 把五花肉丁的水分炒干之后 加入适量的白糖翻炒片刻 再依次加入准备好的配料 再依次加入准备好的配料 蘑菇食材 加上几根葱段 盖上盖子大火煮开 煮开之后可以放入两颗白鸡蛋一起卤制 转中小火 慢炖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 趁卤制的时间 我们拿出蒸熟的蔬菜 加入一些食盐和黑胡椒碎 找一个可以用进按压的小棒 或者勺子 把胡萝卜稍微按压成泥状 不需要压得太烂 口感会更好一点 青豆和玉米用同样的方法处理 准备好了之后 放在一边备用 卤肉煮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把盖子打开 开火继续煮一会儿 这样可以让汤汁收得更浓稠一些 就像这样汤汁浓稠 肉条软糯 油色红亮就可以了 最后来进行我们的组装 这里需要用到一个桶状的生碗 为了让米饭蛋糕更好的脱模 我们可以选择里面抹上一圈食用油 或者是铺上一层保鲜膜 底部铺上一层卤肉 尽量沥干汤汁 再用勺子调整一下 加上一层米饭 再铺上一层胡萝卜泥 就像这样 一层素菜一层米饭的叠加 关键在于每一层都要用勺子 按压平整和紧实 这样食材和米饭才能结合得更紧密 成型也才会更好看 用一个盘子盖住碗口倒扣过来 提的时候可以慢一点 或者轻轻地拍几下碗底 这样一份色彩鲜艳的卤肉饭就做好了 搭配一颗切开的卤鸡蛋 再来一根胡萝卜蜡烛 一份有营养 有味道又有颜值的 彩虹卤肉蛋糕饭就做好了 我们家的孩子们 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唱生日歌了 看着他们唱完抢着吃的样子 是不是觉得特别幸福 一样的卤肉只是花了一点小心思 改了一点造型 就可以让孩子们吃得开心又健康 家里有孩子的妈妈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相信孩子们一定会喜欢上 这份特别的蛋糕饭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别忘记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简与世纪 我们下期再见